大家好,这里是要尘文里,元宇宙世界里第一的好朋友的家密打开了 我会告诉你这个世界里所有问题的答案 一定不要忘记订阅按赞打开小铃铛 不然真的会把我弄丢哦 现在正片开始 大家周五好呀,美好的一周又要过完了 那今天呢,大漂亮跟大家带来一个非常好玩的游戏 那这个游戏也是大漂亮在这个熊市期间非常惨淡的行情里面 给大家找到的为数不多现在是可以去体验去玩的游戏 也就是意味着它的游戏呢,其实已经做出来了 那开始今天的正片之前呢,大漂亮给大家播报一个小通告 那这个小通告就是在大漂亮的discord群啊 那在认真赚钱栏目啊,出现了一个交易警报 你打开之后可以看到这里有一个机器人 那这个警报是大漂亮昨天晚上刚刚弄好的 那这个警报有什么用呢 要看这里看这个市场分析栏目 你看像昨天大漂亮的这个交易日报交易日记 你打开你可以看到 大漂亮这里画了一个图 那这个是BTC的四小时图 那昨天可以看到这个BTC一直在这个箱体里面升荡 包括大漂亮画了一个这个趋势线 这个趋势线的上端他有可能会去找这个点 那也有可能去会跌破这个箱体 那我们群里有了这个警报功能呢就是大漂亮可以在自己的一些关键点位去设计警报 就比如说在上面这个点位如果BTC触达这个点位 触达这个箱体上方那可能会受到阻力 那可能会有一个下降 那大漂亮的警报就会及时响 然后那个警报的提醒内容呢也会提醒到我们的DC群里 就是在这个部分这个机器人自动就把这个警报报出来了 那你看就像今天大漂亮一早起来就发现 他已经跌破画了这个箱体了啊 看到没 他往上没有找到这个箱体的上远已经跌破箱体了 那如果有这个警报的话 大漂亮就可以在这里设置一个提醒 一旦跌破 确认跌破 这个提醒就会提醒给你 那这里就是一个非常好的开空的位置 那这就是这个警报的使用方法了 希望这个警报能帮到你 那接下来呢大漂亮也会重点去 把这个警报给写的比较详细一点 最后再提醒一下大家 大漂亮呢 现在的所有的社群都是免费的啊 千万不要被骗了 有人打着大漂亮的旗号去收钱啊 去建群啊 大家千万不要相信哦 好那我们回到今天的正题啊 今天大漂亮给大家分享的这个项目呢 叫Reventon 兰博基尼的意思啊 那听名字就知道这是一个赛车类的游戏 那这个游戏的特别之处呢 刚刚大漂亮也说了 它的游戏是已经是可以玩的了 这是它最大的特别之处 那前两天大漂亮在参加Space的时候 有嘉宾说 现在我们GameFi板块其实都是泡沫 有很多像我们的游戏 就特别垃圾是吧 不能玩 那这个游戏呢 先不说它好玩不好玩 至少它能玩啊 我们先来玩一下它的游戏试一下 好那打开他们游戏的 现在的这个测试版本啊 那这个下载下载是非常大的 要900多兆 可能是因为这个游戏的画质的问题啊 它因为画质比较高 所以文件比较大 好那我打开之后 我们先玩一下体验一下 好这个就开始跑了 那操作的话就是WASD是上下左右 点Shift呢就是加速 点F键呢就是停到合适的位置开始 然后呢点这个空格键呢就是飘移 然后这个鼠标呢也是控制画面方向 鼠标的点这个左键就是开火 攻击它 啊 好的看完了游戏呢 我们就简单的大致了解一下 他现在这个项目的基本情况 那官网上面已经说得非常清楚了 这里有how to earn 就是他玩的部分 然后这里有一个关于 然后这里是他的通证经济 然后这里是他的团队 然后这里是他的白皮书 然后下面是road map 然后最后面是买他们的token 好那我们一步一步看 那接下来这个板块是他们在卖的东西 一个是要卖他们的创世 Founder NFT就是创世NFT 另外一个就是卖他们的token 那这个Founder NFT是他们的汽车的NFT 买了这个NFT之后 就有95%的AP版 就是他可以质押的 做stick的部分 然后这个token的这个部分 可以看到现在是在预售的阶段 那他这个预售完了之后 是要锁仓的上线之后 才会做一个线性释放 那他这里的金额 这里可以看到最小的购买金额是200U 好那预售的价格是0.01美金 200美金就是可以买到2万个他的token 好那讲完了 他现在在卖的东西 我们继续往下看 下面这个是他的宣传片 我们简单看一下 好我先暂停一下 那这里呢 就是一个换装备的过程 他这个游戏呢 是有PVP对战的 就是你要换更换武器 那他这些武器的这些小东西 这轮胎 再次的轮胎 或者是这个攻击前面的大镰刀 他都是可以升级的 都是他 也是NFT资产 也就是意味着 他除了这里面这个小车车 其他的这些小工具 小道具呢 也都是NFT资产 有了这些小道具 小装备呢 你就可以提升你的战斗力 你就可以在PVP对战中 拥有更强的战力啊 更大的概率去获得胜利 那PVP呢 就是他们赚Token的一个方法 好那继续看 好那这个呢 就是排名赛的模式 你要在这个地图里面 你要领得排名才能赢得他们的Token啊 我们接下来往下看 好那这个呢 就是对战的模式 你要打败别人 是PVP的模式 刚刚大漂亮也说了 他需要一些道具呢 去升级他的战力 你看这里是他的枪 还有多少子弹 玩法还是非常丰富的 对吧 好那这里呢 就是你的一个排名啊 你可以跟很多人进行对战啊 打团战是吧 很有意思 好那我们接下来往下看 你看这里是Race 是吧 竞赛 那竞赛呢 就是你要跑得快 跑得快才能赢得比赛 它是一个赛车的对比 好那这个就是Battle Battle呢 就是你要把别人打费 是吧 你打费了别人 你赢了别人呢 你才能赚到钱 好那接下来呢 讲的是他们的创始NFT 兰博基尼创始NFT 好那这个NFT呢 他说的是 他会被自动的去Stick 直到你游戏可以玩 可以用这个NFT赚钱 那在这之前呢 你都是以APY95%的 这样的一个回报率去质押 他是自动的 不需要你做任何的操作 那游戏上线之后呢 这个创始NFT的拥有者呢 将会参加这个车库的买卖的交易的版税 就是它里面NFT的买卖的版税呢 它都会分给你啊 那都有哪些交易呢 都有哪些地方可以交互呢 就比如说这个Workshop 就是你建立呢 或者是摧毁一个车 就是生产或者是销毁一个车 然后呢 还有一个Crafting Table 就是你的升级的部分啊 你也是一个交互 这里面的版税呢 也会给的这个Founder NFT 那接下来还有微调汽车数据 就什么意思呢 就是你可能要升级啊 或者是要调整个轮子啊 什么的 都是交互 还有呢 你要充气是吧 你要有这个器材能运行汽车 然后你还要充氮 氮气加速 是不是 那还有这个车库的空间 就是这个车库的空间 你还可以升级 可以让你的装备里面 可以装的更多 那以上等等呢 都是创世NFT的权益啊 好 那我们接着再往下看 那这里呢 讲的是两种NFT 一个叫汽车NFT 一个是它的部件NFT 汽车就是这个车本身 那这些部件呢 就是可升级的部分 装饰品啊 这个轮子啊 然后武器啊 等等一系列的 好 那怎么to2呢 除了我们刚才说的 你要赢了 就能直接赚到钱 就是参加他们的那个battle啊 或者是他们的race 你只要有排名赛 还是PVP 你只要赢了 你就能赚到钱 然后呢 你还可以做租赁的部分 你的NFT租赁 然后这里呢 你还是可以 在里面找一些物资啊 就比如说 你的NFT 稀有属性的NFT 你仍然都是可以去交易的 好 那这部分呢 是里程碑 那我的理解呢 就是你的等级越高 或者是你越活跃 他就可以赚到更多的钱 好 那下面呢 是时间投资 什么意思呢 就是stake 是吧 你要stake 你的NFT 你就能赚到钱 早期进入的玩家 就这个意思吧 那接下来呢 是游戏里面的经济模型啊 它这个游戏比较复杂 它有三个代币 有一个IEV 有一个RAP 有一个RWP 那这三个就是什么刮戏呢 那这个呢 是他们的治理代币 那这两个呢 就是游戏类的代币 那这个代币呢 用于PVP的奖励 就是类似那种经验值 那这个RWP呢 它是在里面去升级你的装备啊 武器啊 要用到的 好 那接下来呢 也是一个宣传片 是他们跟红牛合作的 看到没 红牛系的产生出来的 这个车的皮肤啊 我们就不多看了 我们直接往下 那值得一提的是它的团队啊 它的团队是一个实名团队 我们跟PVP里面 实名团队还是算比较少见的 对吧 那它这个实名团队的领域 是可以打开的 比如说它这个CEO啊 我们可以点开 好 那点开之后呢 发现这个人 他叫Baha Avada 这个 迪拜的那边的名字 我也不太会读啊 那它是他们的创世CEO 它主要 之前的履历呢 可以看到 它是做这种交互体验网站 移动网站 游戏等等 它都有设例啊 而且呢 它在移动和社交媒体 应用程序方面呢 有15年以上的 这个经验 它这边学历 我们也可以看到 这两个大学 都是还不错的大学啊 好 那这后面呢 都是它团队的其他成员 我点了一下 每条链接都是可以打开的 好 那它推特上面 有一个置顶的 就是他们CEO露脸的 一个YouTube的AMA 那我点开之后 是可以看到的 这个AMA已经结束了 可以看回放 那这个呢 就是那个巴哈 是吧 是那个迪拜人 是他们的CEO 那对这个游戏感兴趣的话 还是可以去听一下 它这个AMA 听一下它是讲的是什么 看一下它创始人的格局 对吧 好 那我们继续往下看 那这里是它的roadmap 那这个roadmap 我们可以看到 2022年2季度呢 就是游戏测试 就是我们现在 做游戏测试 然后做创始NFT的销售 那三季度呢 就会开通PVP竞速模式 和这个汽车零件NFT的销售 那到四季度呢 要发布PC端的游戏 也就是四季度游戏 才会正式上线 那也就意味着 你如果现在去买它的NFT的话 你四季度才能去玩啊 包括它的代币 也是游戏上线之后 才会结束啊 所以呢 它这个周期是比较长的 那大家如果对这个项目感兴趣 一定要注意风险 那这么长的周期 你熬不熬得住 对吧 你投资的话 你要有一个心理预期啊 那到23年呢 它甚至还要发布手游版本 那我们简单看一下 往下去看 那在下面呢 就是要领导人们 去买它的代币 REW和这个FounderNFT 那我们点开看看 那点开之后呢 你就可以发现 它主要就是一个广告页啊 来推广自己的这个NFT 和代币啊 然后有很多的介绍 那感兴趣的 自己去做你自己的研究啊 毕竟投资是自己的事情 大家一定要为自己的投资行为负责哦 好 那本期视频呢 大漂亮就简单说到这里 因为时间的关系 它后面还有很多内容 你看它的经济模型部分 它的白皮书部分 大漂亮都没有来得及讲 那感兴趣的小伙伴 可以自己去看哦 那无论如何 本期视频都不是任何形式 的投资建议 那希望大漂亮今天给大家分享的 这个赛车游戏 你可以喜欢 好那今天视频到这里就要结束了 那视频的最后大漂亮再提醒大家 现在大漂亮仍然是在发奖的活动 那你只要在DC群 邀请购物人聊天到五级 就可以获得任意一种大漂亮 给大家准备的这个周边 当然了这个图片 你不想要大漂亮 也可以换成你喜欢的NFT 你只要开票的时候 备注清楚就可以了 那只要你符合要求就直接发奖 没有任何的抽奖 好那废话不多说 我们拜拜咯 下次再见 今天的视频到这里就要结束了 视频里面用到的所有参考资料 都放在视频下方的说明里 希望这期视频能够帮到你 如果你想更快的找到我 不要忘记关注我的Titra Titra链接也在视频下方哦 好了我的朋友 我们下期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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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